Hello 大家好 我是影三 你见过最令人崩溃的租客是什么样的 今天讲一部粉丝私信推爆的高分泰国几桶片 这个票信息密度很大 节奏很好 属于年度黑马了 可以看 那么话不多说 开始寄屋出租 租客退房了 小红跟着中介过去收房 结果开门一看 小红木顿口呆 房子被造的一片狼藉 满地垃圾 家具 电器都坏了 墙纸都被死下来了 租客是外国人 现在已经联系不上了 这部翻修肯定租不出去了 偏偏小红家还是以租养呆 不但没闲钱翻修 租房这边的一段溜自住别墅的贷款也会交不上 于是中介就帮她出了个主意 说公寓虽然不好租了 但自住没问题 她建议小红一家可以搬来公寓自住 然后把现在住的别墅短租出去一段时间 那边租金高 能应急 这确实是个可行的法子 但问题是 别墅是小红丈夫眼镜的婚前方 她对这感情比较深 不太愿意租给外人 回家后 小红给一家人做好了饭 饭桌上小红给眼镜解释了现在的情况 好说歹说 她才勉强统一回头看看租客靠不靠谱 再说 中介很快找好了合适的租客 是一对医生母女 一到看房那天 小红有个面试 得晚点等到 就联系眼镜先帮忙接待 眼镜本就不想出租 一听小红没空 就表示干脆取消看房算了 小红忙说这人都约好了不好取消 她才勉强答应接待 小红也怕她直接把这事整黄了 结束了面试便接上女儿匆匆赶去 结果没成想 到家一看 眼镜正跟母女中的母亲神神秘秘的不知在聊什么 似乎聊得还挺好 对方还说要送眼镜本书 小红一到 母女俩就凑了过来 表示对房子很满意 问什么时候能入住 小红尬住了 她眼镜是不同意 就没想到眼镜太多180个大转马 主动站出来告知 你们下个月就可以住进来 小红有点惊讶 但反正也是好事 就这样一家人把不常用的东西 飞进了仓库 但是简单的行李 搬进了狭小的公寓 之后正好是女儿盈盈的生日 小红送了她一套玩具 可盈盈看到礼物有点小失望 指着iPad上的网图告诉小红 自己只想要这款绝版娃娃 并强调要紫头发绿裙子的 小红给闺女解释 这娃娃现在买不到了 而眼镜坐在一旁 神情复杂的看脸时间 到晚小红见她拿了本红音书 想起白天自己听到的话 就随口问她 这是不是就是作客送她的那本书啊 眼镜要说不是 那本她已经扔掉了 光月只有一间卧室 眼镜主动要求睡到了沙发上 小红想跟她亲热 挑逗着解开了眼镜的睡衣 发现她胸口多了一个三角形的纹绳 眼镜解释 这是之前出差跟同事打赌 说纹绳根本不讨厌 然后就纹了一个 听着她挺像他们能干什么的事 小红也就没多想 之后影影学校又用一个老课本 小红就回别墅仓库去 结果就看见屋里 发现来人后 门脸迅速合成了 紧接着路过一楼窗前时 窗帘也被迅速拿上 小红不仅觉得奇怪 怎么有这么见不得人吗 租客母女咱就叫她张仪和小张吧 小张过来帮小红拿东西 小红注意到她后报告上 居然也有跟眼镜一样的纹身 不仅仅觉得奇怪 但也没直接问 然后她正好想起自己搬家时 忘了改地址 就问这几天有没有自己的信 小张表示还真有 然后就进屋给小红拿信 然而就拿信这一下 居然还特意把小红锁在了门外 对方越是谨慎 就越让她犯嘀咕 这时邻居彭大娘隔窗 将小红回来了 就发点信让她待会过来一趟 看着神色十分焦急 稍后小张拿着信出来了 小红一看 好几封信都被拆了 小张解释 哎呀 我以为是自己的信拆错了 净纯还能拆错好几封 才反应过来 小红也不知道说什么 转身离开去了彭大娘家 结果彭大娘娘说的 也是张仪母女的事 她也觉得这就是足口点古怪 关于二人根本不是医生 因为据她观察 这几日他们从不出门 而且一到凌晨快四点 屋里就念经的声音 门外还被挂上了 奇怪的黑羽毛挂饰 最诡异的是前两天 彭大娘家的小狗 突然朝着小红家别墅的方向 狂笑不止 彭大娘过去一看 只见别墅屋顶上 竟然盘旋着一大堆乌鸦 而且刺着一走 她家狗就满身是血的 死在了后院 总之彭大娘就是怀疑 这母女可能是与之不幼 彭大娘怀疑这母女来路不正 可能是什么邪教的 一番说辞 让小红心里也犯起了嘀咕 回去就查了张仪的医生就职记录 我真查不到她 刚好这时眼睛回来 撞见小红再查张仪 小红就说了自己的发现 可眼镜不以为意 说没准就是退休了 资料不保留了呗 但是这撕拆信线和紧闭窗帘 还是无法解释 小红依然觉得奇怪 眼镜上也表示会尽快变更收信地址 小红正好就提了一嘴 小张脖子上有跟你一样的纹身 眼镜上打得自然 看来纹身的事是巧合了 但是这对租客 小红还是不放心 便悄悄找了一朋友 冬子帮忙调查人 殊不知就在她打电话时 背后的女儿悄悄捡起了一根乌鸦的羽毛 而当晚乌鸦就悄然来到了公寓窗前 小红母女的床垫下 离奇的渗出了血液 随即床子自己打开 女儿盈盈盈惊醒过来 说了句 妈妈 屋里有人 小红吓得连忙起身查看 屋里并没有其他人 估计盈盈说的是床对面镜子里的倒影吧 把女儿哄睡后 小红才注意到打开的窗子 她下床关窗 谁掉身后的柜子又自己打开了 检查一番 柜子里并不一样 然而一转身 一张鬼脸赫然出现 此时是凌晨4天多 手机响了两声 邦大娘发来了一个视频 她录下了今晚 张艺母女念咒的画面 小红点开一看 场景非常诡异 别出窗内透着红光 张艺拿个小本 捂着脸 摇来晃去的在上念咒 最后她显然发现了镜头的存在 猛的飘向彭大娘的方向 眼镜居然不在家 随接窗户狂震几声 纷纷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在撞她 小红没太在 也打电话联系眼镜 结果手机就在大门外响起 她顺声一看 才发现门口站着一拍摇 而等她走到门前 眼镜才自己开门进来 说她看着有只老鼠 刚给抓到片楼下去了 可小红却注意到 她手里正拿着那本红皮书 而视频里张艺拿来无脸的 好像也是这么一本书 小红打脑顿时嗡的一声 这本眼镜 你抓老鼠为啥哪本输不去 眼镜的淡定她表示 那我不得拿个东西扣着 小红一寻思也有道理 就嘱咐说 那埋得死了 扣着老鼠赶紧扔了吧 班号就点着回屋 看彭大娘的消息 但是关门瞬间 她留了个心眼 多看了眼眼睛的动向 结果不成想 眼睛根本没人红皮书 还把她藏进了背包里 上好了密码 再看手机 彭大娘居然把视频撤回了 小红一直都不会劲 追问了几句 也没有得到回复 小红担心彭大娘出事 刺人连往赶去她家探望 结果同样没人应门 下到这时小张过来了 告诉她彭大娘回老家了 小红立马反驳 彭大娘是本地人 也没有外地亲戚 回到哪门的老家呢 小张明显争了一秒 随即反应极快的回到 那我就不清楚了 小红没有相信小张的话 但是一律回了家 到家后 看盈盈还在玩派的 就喊她别玩了 结果说了几句话 盈盈都没反应 小红意识到不对 凑了过去 只见派的黑屏后 上面映出了观看者的倒影 哪有什么盈盈 只有一个紫发绿裙的娃娃 正是盈盈之前 说想要的那个 娃娃样子很旧了 裙子上貌似以前绣过什么字 正在小红断向之时 娃娃突然发出声响 着实把她吓了一跳 随即盈盈从礼物换了出来 写着说娃娃是爸爸送给她的 当晚夜里睡觉时 小红转身抚摸女儿 结果摸到了娃娃身上 虽然是个乌龙 但也着实又把她吓了一跳 这娃娃也太瘆人了 小红正好把她收起来 却听见客厅里闹铃响 只见眼睛大半夜爬了起来 她说那本红皮书 似乎要去干什么 小红正想一探究竟 结果不慎碰掉了充电器 声音打草惊蛇 眼睛立刻躺下装睡 没办法 小红也只能作罢 只想刚刚合上门 她预光 便瞟见一个黑影 在她身后晃来晃去 仔细一看 原来只是裙子被风吹到了 可小红刚把裙子塞进衣柜 便从镜子倒眼上 看见盈盈身边 怕着一个鬼 转眼前 鬼影来到小红身后 下来了联盟开灯 又惊无限 自然小红便发现 盈盈胸口已隐约 有了一个三角形的痕迹 跟眼镜他们那个文神 很是相似 而眼镜目睹这一切 并不惊讶 至此小红已经溜定 老公有问题了 等到半夜 眼镜再次出门 果然 宝里的红皮书也被带走了 小红悄悄过去 寄下背包密码 然后跟踪眼镜 来到了公寓楼天台 小红不禁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 直接公寓楼上方 铺天盖地 盘旋着一大群乌鸦 而眼镜坐在一个角落里 摆了阵法 正用那本红皮书 五日脸念诵着一段咒语 难道眼镜跟张仪 是一个邪教吗 小红震惊之时 拖紧的信号锅突然掉落 他把眼镜发现正想跑 结果却发现 身后的念住声不但没停 还似乎变成了一堆人的声音 他就又折回去看 看眼镜还是自己坐在那 身边背了一大堆乌鸦 小红本想录像流争 可一开摄像头 画面里去老是挡着一坨黑影 他反应了一会儿 才意识到 这是他面前站了一个小女孩的鬼魂 小红忍不住惊声尖叫 陶冶似的回了房间 最后眼镜跟了回来 他肯定知道小红看见了 站在他身后 视台性的喊了两声 小红捂住嘴巴 不敢出声 对方也就出去了 为了查证真相 隔天天一亮 小红便称眼镜不在 翻出红皮书 跑去厕所偷看 结果没想到 书里竟是一片空白 眼镜也很快发现 红皮书不见了 躲在门口问他 有没有拿自己什么东西 小红装傻蒙混过关 随即他本想把书 藏在水管的检修口里 谁想一开检修门 里面已然被布置成了 一个诡异的地坛 眼镜到底在干什么 小红又惊又怕 还是把书丢了进去 之后他找上去 学校接盈盈 愕然发现 张仪居然跟盈盈在一起 还指导他 像他们那样 把书蒙在脸上 小红脸上冲过去 可让人却不见了 他拔剑四股心茫然 直接盈盈从另一边 跑了过来 表示根本没见过张仪 但小红扭过女儿一看 他后脖梗肠 分明又多出了一个 三角形弹机 不管眼镜在和张仪 他们搞什么名堂 小红担心他们 对盈盈不利 准备立刻带女儿离开 可是想要等他收拾完行李 眼镜已经默默坐进了车里 小红干脆弹了牌 指出张仪给盈盈 留下了奇怪的烙印 谁想要眼镜一听 竟脱口而出一句 看来眼镜不但信了 对方的邪教 八成还将张仪 奉了个教主之类的人 事已至此 眼镜放弃劝说小红 只说要把女儿留下 夫妻俩推腾起来 眼镜一巴掌 把小红打倒在地 小区保安间中 忙过来拉住了他 小红就趁机带着孩子跑了 不过娘家 很快被眼镜盯上了 小红只能带着盈盈 躲去酒店 可盈盈却闹着回去 似乎很着急的样子 说自己要去帮爸爸 小红瞬间抓住重点 追问他帮爸爸干嘛 但盈盈怎么也不肯说 眼看没什么线索 好在之前那个 帮他调查张仪母女的东子 查出了一些美目 二人约在酒店大堂见面 东子告知小红 张仪给他的身份资料 是假的 他本名应该叫太娃 除此之外 倒也没有其他信息了 这时东子对象来了 他衣服上不知 怎么弄上了饮料物资 再让人接触 有些吃醋 警告小红 别再联系自己男友 就算小红没那意思 但是东子对他 似乎还是有意思了 小红无奈只好答应 至此他连唯一的帮手 也没有了 而更崩溃的是 等他返回房间 盈盈也不见了 报家告知 是被他爸带走了 小红挤得连忙 返回了公寓 可妇女俩并没有回这 不过小红倒是终于发现了 床垫边缘 躺出的血迹 他掀开床垫 床板上惊线一大片 又血化的三角形图腾 可以见得了阴谋 一切都是蓄谋已久的阴谋 小红又跑去别墅 这里也空无一人 别说眼镜妇女 连张一母女都不见了 屋内一片狼藉 灯全坏了 现场到处是 做法不振的痕迹 他紧急联系了中介 中介告知 张一母女昨天就搬走了 还说眼镜是知道的 不过还好 据中介所说 张一母女离开前 还曾拜托他去看了 另一套房子 小红忙让中介带自己过去 然而车开出一段距离后 他却猛然发现 中介的袖口处 也有一个三角形纹身 难道他也和他们是一伙的 小红急中生智 假装晕车要吐 趁中介下车 一把推到他 冲回车上反锁了门 中介明白情况后 连忙撸起了袖子 原来他那个纹身是不一样的 是个零星 小红一看是自己误会了 正想开门 却发现中介车里 也藏着一本红皮书 就在他迟疑的片刻 中介已然抓住机会 砸破了车窗 二人随即牛打在一起 小红最终不敌 被其打运 装进了行李箱中 没错 中介也是张艺的通过 至此 前文埋下的诸多伏笔 开始解密 真相还要追溯到多年以前 原来 小红并非眼镜的第一任妻子 在他之前眼睛就有妻女 后来妻子早亡 眼睛独自抚养着女儿小家 那个紫发绿裙子的娃娃 就是之前 她给小家定制的生日礼物 娃娃衣服上绣着的字样 正是小家的名字 小家受到礼物非常高兴 拿着娃娃录下了那句 谢谢我最喜欢爸比了 正是后来 吓到小红的那个录音 小家换上生日礼服 就每个孩子那样 许愿自己能长高 然而她的生命 却永远停在了生日当天 那天眼镜告诉她 家里热水器 爸爸已经修好了 她可以去洗澡了 结果洗澡过程中 热水器直接爆炸 小家当场身亡 燕镜浑浑噩噩噩了很久 每天就看着女儿 唱小星星的视频 把紫发娃娃 当作是她走不出来 知道很久之后 她机缘巧合 截止小红 才慢慢走出阴影 二人相恋结婚 又是盈盈 小红或许知道 她曾有过一段婚姻 但并不清楚 她还有个死去的女儿 燕镜重新过上了 平淡的日子 把小家的遗物 收进了阁楼 但她心里 始终保持着一处隐通 这也是她始终 不愿出租别墅的原因 我这样跳对吗 眼睛一听 立马走了进去 屋里只有盈盈一人 之后就是小红 准备劝她出租别墅的那天 她听到盈盈说出了 小家那句 吃三颗荷包蛋 快快长高的名言 这才意识到 小家的灵魂 或许还停留在别墅里 而盈盈能看到她 于是眼睛更不想出租别墅了 差点临时变卦 但她后来 为什么又同意了呢 张爷母女来看房时 才本想走个形式就拒绝 但谁想张爷 却突然驻足在浴室门口 说了一段莫名其妙的话 这不就是在说小家吗 随接张爷递出一本红皮书 说这本书能帮助你 如果我搬到这 咱俩可以多聊聊 就这样 四女心切的眼镜 最终松口 同意张爷母女如珠 很快她就去拜访了二人 她不明白 为什么盈盈和张爷都看得到小家 而最爱小家的自己 却看不见她 张爷跟她说 这是因为她的信仰不对 就这样 为了能够再见爱女 眼镜拜入张爷门下 在胸口刺上了纹身 特意避开妻女 每晚凌晨跑去天台摆针 也一直跟张爷母女 保持着密切联系 直到这一天 小红过来给盈盈取客本 眼镜当时就在别墅里 她唯恐被发现 就迅速拉扯了门梁和窗帘 只想反倒引起了气责的注意 而那些信件 其实也是她柴的 所幸这些事发生后 小红并没有什么动视 而当晚眼镜摆阵时 却招来了乌鸦 张爷爷告诉她 乌鸦呀是神柴 她是来通知眼镜 小家的灵魂即将离开 还说其实她也不想离开爸爸 但是鬼魂毕竟不能常留人间嘛 眼镜一听顿时更心碎了 哭着求张爷帮帮小家 张爷爷顿了顿 告诉眼镜确实有个方法 需要找一个跟小家年龄相仿 同时又能与灵魂沟通的人 给她做取笑 让她留在人间 你干脆抱盈盈大名得了病 张爷爷还解释说 这个方法并不会伤害盈盈 届时两个女儿的灵魂 会在盈盈体内共存 于是眼镜心动了 她翻出了小家当年的紫发玩具 给盈盈坦白了一切 问她愿不愿意帮助自己 帮助小家姐姐 盈盈此前经常与小家的灵魂为伴 对她也有感情 而后来搬去公寓后 她也见不到小家了 于是闪亮的盈盈很快同意帮忙 小红成了唯一被蒙在孤立的人 得到了盈盈的同意 当天母女俩出门后 眼睛便在公寓的厕所内 床垫下等处不知了发针 到了夜里一念咒 她终于看到了幻象 自己灵魂出窍 无数教徒的亡灵围缩在她身边 同来一起念发四周 而这也是当时小红听到 集体念咒的声音 随后身后黑影一闪 眼镜追随过去 看到了一个小女孩的鬼魂 小家回来了 然而一转身 女孩就消失了 旁边传来小红的尖叫 眼镜这才发现 她偷偷跟了上来 而且还被鬼影吓到了 眼镜不知如何是好 连忙通知了小张 随即追回家去 小红后背被汗进尸 也不敢回应自己 正好这时 小张回消息了 说她那边明天 就给盈盈和小家安排仪式 眼镜便没在管小红 次日带着张义去学校 找到盈盈 完成了第二处图堂 可眼看就差临门一脚了 小红把孩子带走了 就在眼镜挫败之时 相信爸爸的盈盈 趁小红不备 打来了电话 告知了自己酒店的位置 于是眼镜前往酒店 看到小红正在跟冬子说话 便避过她火急火料直奔客房 谁想这一不小心 跟冬子的女友撞了个正着 饮料洒了她一身 因此留下了物资 二号她便结上女儿 直奔自家别墅 但是想到了门口 张义母女却发信息 让她先来彭大娘家 导致小红找人扑空 被中介引走 这时眼镜才想起来 哎 彭大娘怎么不在家呢 但是她把一切都压在了 张义母女身上 从心底里就不愿相信 二人有问题 导致很快就被小张 三两句话糊弄了过去 被人阻挠 仪式可以开始了 既然返回别墅 在门外冒出一个人影 难道小家回来了 然而下一秒 人影渐渐升高 居然是消失已久的彭大娘 她走了过来 抬手就给了眼睛一刀 这时眼睛才看清 彭大娘双眼泛白 显然是被控制了 但来不及反应 就被接连树道通道在地 营营似乎也发现不对 抛下楼来 但迅速被小张控制 而张义也抱着一个 诡异的墨 缓缓走来 给眼睛介绍说 这是我的小女儿 小胚 她七岁溺水死了 相比看到这里 大家也大概猜到了真相 眼镜被张义利用了 她召唤出的小女孩鬼 不是小家 而是张义的小女儿小胚 所以她当时才只肯露出背影 一切再次追溯到 他们公寓被破坏之前 原来中介实际是张义的儿子 整件是从一开始 就是他们设计好的 她利用植物之变 一直在替小胚寻找合适的取消 终于找到了营营 于是一家人 便乘租客退房之后 将公寓破坏 舒服小红一家出租别墅 进而蛊惑利用眼镜 至于小家的鬼魂 早在他们入住第一天 就被张义封禁在了紫发娃娃里 所以营营后来 才感受不到她的鬼魂了 之后几人铺垫的差不多了 便谎称小家灵魂即将离开 片眼镜在公寓布下法阵 让小胚的灵魂逐渐接近营营 所以公寓那几天才出现了鬼影 张义也去学校给营营施法那次 还亲自给她展示了灵魂附体之处 原来她自己现在这具躯壳 也是别人的 还记得东子查到的信息吗 当时说张义的身份是假的 说她真名叫太娃 但实际太娃是这句身体原主人的名字 而张义才是这个灵魂的真名 总之我理解 他们这就是个接近于永生的夺赦邪教 最终妇女俩配合他们开始了仪式 三个图堂全都标记完成 只待念咒使灵魂入体 这只营营好奇的问了一句 太娃奶奶 你为什么同意让张义进入身体 然而张义的回答却让她意识到 这句躯体里根本就只有一个灵魂 太娃早就死了 她瞬间明白了对方说的什么 两魂共存 对宿主没有伤害 都是骗人的 然而现在发现为时已晚 眼镜已被傀儡彭大娘看到 时间到达凌晨三点多 到中一想 张义便在存放小配灵魂的木偶头上 画下了图腾 开始念咒 与同时 小红那边也被中介拉到了一处屁性地 幸好她及时苏醒 抓住机会与中介展开了产斗 而别墅这边 眼镜也奋起反抗 干掉了彭大娘与小张扭打在一起 小张也狠 见自己力量不敌 立马猛扣眼镜身上的刀口 眼镜血流不止 再次倒地 小张长出一口气 随即接到了中介的短信 她那边也搞定小红了 小张没有多想要直接告知 他们正在别墅做法 殊不知发短信的人 其实是小红 是的没错 中介被她干掉了 情况紧急 小红快马嘉宾往回看 路上她本想报警 奈何手机没电关机了 但她赶回别墅 上空一巨满乌鸦 一事一趟中断 她忙去藏库拿了榔头 又利用气罐和微波炉 制造爆炸 引爆了火警 此时 张一正独自对敌人做法 鸣脸上被绑了红地书 已经陷入昏迷 小红解下书 欲被攻击张一 可身体却像是被千斤顶拉住 胳膊根本挥不下去 依照镜子 原来是无数邪教徒 亡灵正死死地拉住小红 小红被众鬼掀犯在地 眼看盈盈眼中出现双头 亡灵即将取而代之 小红集中圣志 转而猛砸 存放小佩灵魂的木偶 小佩伸出鬼手 试图反击 最终还是被小红敲碎 但说不止此时 盈盈的瞳孔已经被覆盖 小红抱着女儿想走 张一慕与立马追过来要人 告知说真正的盈盈已经死了 小红被前后夹击 又看到了丈夫的尸体 寂寅崩溃 就在双方对峙之时 楼顶的天花板突然坍塌 众人均被押于废墟之下 随即盈盈醒了过来 眼神很利 就在张一满回希望的看向她时 她却抬手用力气捅死了小张 原来眼睛在临死前 看了眼背包里的紫发娃娃 终于发现小佳的灵魂被困其中 她用最后一次力气 在娃娃头上画下了图腾 对小佳说 救救你妹妹 随后象征小佳灵魂的水 递在了盈盈身上 张一的仪式杀死了盈盈原有的灵魂 而小红的破坏 也是小佩灰飞烟灭 就这样小佳复活了 她愤怒地杀掉了张一母女 哭着叫了她一声 阿姨缓缓告诉了她自己的身份 得知真相后一大一小悲痛大哭 应用体内的小佳反复说着对不起 最终小红起身抱着她 决定让她以盈盈的身份继续生活 生活恢复了平静 但是小佳出于愧疚 始终保持一丝疏离感 小红察觉到了她的情绪 之后送她上学时 便主动拉过她的手 让她缓出自己的腰 小佳也终于大开心结 靠在了她的背上 失去至亲的彼此 将会依靠着继续走下去 我们下期再见 See you